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这是一句废话 做电影的年轻人千万不要听 我鼓励小朋友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只有你不做才是投降 有信念的话即使达成不到 最少也对自己有交代 可不得不说年轻人也要生存 而作为产片大户 TVB的薪资水平低到无法想象 导致很多优秀的演员纷纷出走 74岁的演员刘江就曾经在节目中愤怒感慨 我跟太太呼吸空气都要两三万元 TVB能给我多少钱 提到刘江 很多人都会想到金庸剧 从出道至今 刘江已经在香港演艺圈活跃了半个世纪 见证了TVB的兴起 辉煌以及没落 他也演绎了无数次金庸剧中的经典角色 承包了多代人的武侠梦 他是射雕英雄传中的完颜红烈 也是天龙八部中的玄词大师 18次出演金庸武侠剧 是TVB当之无愧的演技派人物 人生中两次站在死亡的边缘 为家庭薄命赚钱惹得一身病痛 他为老东家TVB服务了大半辈子 却在74岁的高龄 欺然离开 一度无戏可拍 未免让人唏嘘不已 刘江的演艺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 出生于1946年的他是家中的老大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繁重的家庭重担 让刘江的父亲经常早出晚归 看着父亲如此辛劳 刘江也是于心不忍 于是 在11岁那年 他报名了台北复兴俱校 当时并不是因为什么梦想 而是因为这个学校能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 这样自己的离开也能为家庭减轻些负担 刘江一去台湾就是八年 试想一下一个才11岁的孩子背井离乡 这期间 他怎么能不想家人 但因为本身家境困窘 这么多年 刘妈妈也只来看过他一次 求学阶段的刘江不仅训练辛苦 有次外出表演时还差点命丧黄泉 那是他在17岁时发生的事 有次 他随师傅前往南美表演 没想到路上 他们乘坐的汽车意外坠落悬崖 当时刘江坐在最后一排 下冲的速度让很多人都挤到了车头 旁边的树枝和沙石也被连带着击落之山下 就当所有人都觉得难逃一死的时候 下落的汽车被一条粗壮的树竿卡住 于是就这样 刘江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1966年 刘江学成返回香港 本以为靠着一身的功夫能混口饭吃 但没想到 此时的香港却已经不再流行京剧了 于是没办法 他转行进入电影圈 做了龙虎舞狮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慢慢发现了演戏的乐趣 为此还专门报考了 邵氏南国训练班 毕业后的刘江 好不容易成为了国泰公司的签约演员 哪料 一部电影还没拍成呢 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那段时间为了生计问题 刘江还做起了短期的配音工作 但这并不表示他要放弃成为演员的梦想 在做配音员的同时 刘江还是一直在寻找着演戏的机会 1976年 他终于加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嘉义电视 这期间出演了《红楼梦》 《碧雪剑》 《射雕英雄传》等作品 但好景不长 随着1978年嘉义电视台倒闭 刘江又陷入了失业的状态 1979年 刘江转投了《立地电视》 三年时间里出演了包括《福生六计》 《人在江湖》 《大侠》《霍元甲》在内的九部电视剧 因为拍戏的机会是好不容易得来的 所以刘江每次演戏时都会拼尽全力 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也终于让刘江支撑不住了 1980年 在拍摄《人在江湖》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整个人都不受控制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赶紧将他送往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发现 刘江是因为脑血管堵塞而引起的中风 听到这个消息的刘江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 但看到病房外年幼的儿子 刘江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倒下 妻子可以选择再嫁 儿子怎么办呢 于是刘江开始尝试自己坐起来 自己扶着墙去卫生间 慢慢地 他的身体竟然好转起来 住院九天之后 刘江奇迹般地康复出院 在家休养了近一年的时间后 刘江重新投入了工作 1981年 在老顽童刘丹的介绍下 刘江离开立地 转头无限 由此也正式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配角之路 保守估计 刘江应该是出演金庸武侠剧最多的男演员了 他四次出演射雕英雄传 两次出演神雕侠侣 《笑傲江湖》 《天龙八部》 《鹿顶记》 还有《倚天屠龙记》中的成坤 《雪山飞湖》中的宝树和尚 《碧雪剑》中的温芳山等 这些角色无论细分是多是少 定位是正派 还是反派 刘江都将他们诠释得非常完美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中 《完颜红烈》和《九七版天龙八部》中的 《碧头大哥》 《玄慈大师》了 《完颜红烈》是一个性格十分鲜明的角色 他对内爱护妻子 宠爱儿子 为给杨康解毒 不惜屈尊下跪求要 对外却是阴险狡诈 为得到包希弱 竟设下毒计 杀害杨铁心等人 关于《天龙八部》中的玄慈大师 我们对他更多的可能是敬佩吧 作为一代高僧 在天下英雄豪杰面前 他勇敢地认下了自己的儿子 虚竹和二娘 面对自己曾经做下的错事 他当众接受四规的制裁 这段画面 让人看得真是触动心弦 刘江精湛的演技 不仅让他本人爆火 还让他的儿子 在同学之间特别受欢迎 儿子在写作文《我的父亲》的时候 描述了自己 非常羡慕父亲的生活 这件事情 非但没有让刘江感到自豪 反而让他非常害怕 儿子日后走上演员之路 因为对于刘江而言 演戏是一种爱好和享受 无奈的是 TVB工资并不高 刘江和妻子 每个月正常开销生活费要三万块 再加上儿子出国留学费用 每个月五万块 还有房贷要还 他经常是工作连轴转 白天在无戏拍电视剧 晚上收工去亚视配音 为了能够省点停车费 他一般都是卡着点 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 虽然这样的节奏 让刘江的生活很辛苦 但是他在接受采访 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 也直言很幸运 因为在那个年代 只要刘江想去工作 不管多晚 都会有事情去做 甚至一晚上不睡觉 也有工作可以让他去完成 都说TVB的员工的压榨很厉害 导致今年很多老演员 纷纷提出离职 而刘江能坚守多年 不过是因为他内心的那团火 这样一个热爱拍戏 又淡泊名利的老戏骨 人人都以为 他会在老东家待一辈子 直到演不动为止 而在2020年的台庆颁奖典礼上 刘江接受采访时 却爆出自己即将离朝的消息 引起一片哗然 至于原因 刘江说得比较隐晦 合约期到后 TVB开出的虚约条件 令他难以接受 原来 TVB将刘江的工资 由每个月的六万港币 降至每月五千港币 这样的薪酬 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更何况 他和妻子身体并不好 每个月看病都要花不少钱 当TVB觉得 不需要一个演员的时候 就通过降薪 来逼走他们 这早已不是什么内幕 只是替辛勤了一辈子的刘江不值 TVB辜负了他奉献的青春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刘江也提到 他是觉得服务了TVB大半辈子 最后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 继续留下去 反而会令自己显得廉价 只能离朝 在决定是否离开TVB的时候 他也失眠了好几天 一直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被TVB嫌弃了 后来才慢慢想通 人生苦短 得失随缘 但是TVB一连串的操作 引发了粉丝的极度不满 2019年播出的《金箫大厦》 原本只是仓底剧 却逆袭成一匹黑马 口碑极高 作为灵魂人物的刘江 贡献了极高水准的演技 本该是台庆最佳男配角的 不二之选 但是TVB却将这个奖 颁给了25岁的周家洛 而刘江正式离开TVB的情景 更是凄凉 一个人回电视城收拾东西 只有几个相熟的艺人来告别 一个服务了近40年的老将 东家对他的离开 无动于衷 没有告别 也没有答谢 未免让人觉得无情无义 《金箫大厦2》 重启拍摄工作时 大家满心期待 期待着刘江 能以特邀的身份重回剧组 要知道 没有刘江饰演的林老师 这部剧就是不完整的 然而直到参与第一部剧的 很多演员都纷纷收到了剧本 直到开拍前十天 刘江依然没有收到任何邀请 要想在《金箫大厦2》中 再一堵刘老师的风采 怕是无望了 连坡老矣 尚能犯否 转眼间 刘江已经75岁 本是一样天年 寒一弄孙的年纪 但他多次公开表示 自己离朝 不是要退休 始终还是想拍戏 他的港剧市场萎靡萧条 又碰上疫情 刘江已经停工大半年 好在前不久传出了好消息 刘江已经签约了内地的经纪公司 正式北上发展 靠着心中那赤诚的热爱 他演绎了无数的配角 终有一天 他会退隐江湖 淡出影视圈 但是那些他用心刻画的角色 却会留在了每一位观众的脑海里 期待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看到他的作品 也希望他能够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不要再操劳过度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